第二点我们要介绍对流 特量如果经由液体跟气体流动 好的主要传乐方式 好叫对流 这个液体跟气体 我们叫做流体 它们本身可以流动 这个叫流体 像固体就不是流体 好第一点对流式 好再写一次哦 液体跟气体 老师写英文 你们可以写中文在这里 液体跟气体主要的传乐方式 好原理 液体跟气体如果在底部受热的时候 下沉的部分 好是下沉 下沉的部分因为体积怎样 你受热体积会变大 所以密度就会怎样 我们知道嘛 密度等于质量除以体积 质量固定嘛 体积变大 那密度就会变小 而向上流动 然后上沉的部分 这个上沉的部分 它温度没那么高 所以体积比较小 所以相反的 它的密度是比较大 它的密度较大 所以就向下方流动 好如此寻完 受热的方式 这个就叫做对流 你精神典的地方 消灭 dedim 你这种字还可以 你看到这种 就像个陪伴跟他 那么大那种 儿就像特别的 质量的辅初 刚才以处理 所以 早就像那样 神典的地方 对流动 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冷气机装在哪边 冷气机放冷的空气 冷的空气密度比较大 因为它温度低体积小 它密度比较大 所以它会下沉 所以冷气机要装在上方 冷空气往下 那火炉的话 装在下方 因为它是比较温度比较高的空气 体积变大 密度会变小 所以它会往上跑 放在下方 使这空气往上 再来第二个例子 吹什么风 这是个重点 海边吹什么风 这是陆地 这是海洋 然后我们先写 陆地的比勒比较小 岩石的比勒比较小 海洋的比勒相对岩石而言 是比较大的 大小只是一个相对值 不是一个绝对值 看跟谁比 好 白天太阳晒的时候 陆地比勒小 所以温度会怎样 对 温度比较高 那相对的海洋温度就会比较低 陆地的温度比较高 所以陆地上方的空气 体积膨胀 密度变小 所以它会往上跑 整个空气啊 往上跑 往上跑 好 那海洋的话 相对一点 它温度比较低 所以往下跑 好 所以陆地 这里 陆地上方的空气 是会变少 好 这个以后你们在国山 地科会学到 这边会造成所谓的 低气压 好 这是压的简体字哦 低气压 压写一下 气压的压是这样子 好 这边会造成低气压 再讲一次哦 所谓的低气压是说 该陆地上方的空气 比较少 所以造成压力比较小 这个叫低气压 以后国山地球科学 会仔细的介绍 那这边呢 海洋上方 你看空气下沉 所以这边空气比较多 这个就所谓的高气压 气压目前这边不会烤 老师只是先提一下 好 那风怎么跑 小朋友 这边空气变少 这边空气多 所以空气会有多跑到少 所以气流会往左边吹 往左边吹 好 在上方的时候 这边多 这边扫对不对 所以上方的时候会往右边跑 好 这里就会造成所谓的风 就在这里 风由高压跑到低压 这边就有风的行程 好 这种风从海边吹到陆地 所以这个就叫海风 所以白天的时候是吹海风 就这么简单 再来讲晚上 晚上跟白天刚好反过来 所以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再一次 就是一样陆地比热小 海洋的比热比较大 所以在夜晚没有太阳辐射的时候 陆地的温度会降的比较快 陆地比热小造成它温度比较低 海洋温度下降的比较慢 所以造成它温度比较高 再讲一次 温度高跟低没有绝对值 是比较来的 好 这边温度低 这边温度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空气怎么跑 温度高 空气是往上 热膨胀往上 好 这边温度比较低 所以空气反而是往下跑的 所以陆地 在晚上的时候 陆地上方空气是比较多 所以会造成 这边是怎样 高气啊 那海洋这边 空气比较少 这边就会低气啊 空气哦 多 跑到少 所以空气 就气流 是这样吹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多 这边少 所以往左边跑 好 所以这里 这个风 就很明显了 这个就是从路边吹到海的风 所以这个叫陆风 所以晚上的时候 会吹陆风 好 这个是这个单元 算是很喜欢考的地方哦 要稍微了解一下 满简单的 第三 撕火的地方 往往时火灾现场的风 特别大 好 这个解释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哦 我们看一下哦 好 如果这个地方 好 这边火灾了 这边火灾 撕火了 然后写个火灾 撕火的时候 温度高嘛 所以空气整个往上 空气都往上跑 所以会造成 这个火在上方地点 这边压力会变得比较小 空气比较少 空气变少 所以两侧 空气会从两侧补进来 所以造成很强的风 所以会助长这个火势 所以风会特别大 而且风是往火源的地方吹 好 历四 工厂的火炉要烧得旺盛 通常就是要架设很高的烟囱 烟囱就是帮助气体对流 当热空气顺着烟囱向上传地的时候 新鲜的冷空气才从下方不断的补充 这样燃烧效率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来这是烟囱 画一个燃烧式 好当你在烧东西的时候 一样老师写个火字 你烧东西的时候 气流往上 而且我们知道 在高空的时候 风比较强 老师假设风这样吹 假设风往左边吹 高空的时候 老师写个强风 风比较强 所以风这样一吹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烟囱往上 这边产生的烟雾把它吹开 所以这边会造成低压 这边压力会变小 这边压力一变小的时候 两侧就会形成空气会往燃烧市集中 风就会灌进来 跟火灾的现场一样 风会灌进来 所以会造成燃烧更旺盛 风可以帮助燃烧 所以对流更快了 对流更旺盛的往上 高空的强风把这些沉积物给吹走 所以这边压力会变小 下面压力比较大 所以燃烧就更旺 例如放天灯的时候热空气上升 这个就不需要介绍了 例如六个例子 冬天睡觉的时候盖棉被 主要是可防止棉被内的空气对流 而保持体温 我们看第七点 喝热水的时候如果太热的话 常用口吹气 这是因为吹气的时候 临近的空气会发生对流 把热水的热带走 使热水比较容易冷却 好是这样子的 来这热开水在这里 我们知道水会蒸发 所以在热水上方 有很多水蒸气会聚集 水蒸气在这边聚集比较多的时候 会阻碍下方热水的水蒸气 再继续蒸发 但是如果你给它吹气的时候 比如说风 你对它吹气 你一吹气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水蒸气 让它的密度变少 当它密度变少之后 比如说热水蒸气都跑到这边来 当这边的热水蒸气变少的时候 下方热水要变成水蒸气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 产生的水蒸气一聚集之后 就被你风给吹走 一吹走之后 就可以加速下方的热水变成水蒸气 变水蒸气的时候会吸热 所以热水的温度就可以降低 再次热水蒸气